现代小伙意外穿越回秦朝 刚一落地就被官兵送上断头台 眼看就要人头不保 突然裤子里的手机响了 然而不认识手机的奸行官还以为遇到妖怪 催促柜子手赶紧砍了 关键时刻 劫阀场的人及时赶到 小伙趁乱割开自己的绳子 还顺手给旁边的囚犯松了绑 这个乱入刑场的小伙叫易小川 是个无忧无虑的自由摄影师 这天他进深山采风 不料意外闯入一伙盗墓贼营地 歹徒为了不被发现 在半路扔下一堆木头想要弄死小川 幸好他及时刹车才幸免于难 然而歹徒并不愿就此罢休 又趁他忙着搬开木头时 往车里扔了一条毒蛇 不知情的小川回到车里 立刻就被咬了一口 他赶紧下车 在后备箱里找到抗蛇毒血清 可没来得及注射 就直接晕了过去 这时盗墓贼老大赶到现场 但他却不是为了确认小川有没有死 而是想趁机干掉手下毒吞宝贝 二人在缠斗时 歹徒手里的虎形吊坠意外脱手 不等他捡回宝贝 就被手下拖进树林里 恰好此时 地上的坠子突然散发出一阵炫彩光芒 紧接着小川便清醒过来 只见他缓缓拿起吊坠 炫光在刹内间全部涌入他的身体 等到光芒散去 小川的伤势竟然奇迹般的复原了 难道是他救了我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便将宝贝带到自己脖子上 可突然一阵灼烧感袭来 他连忙扒开衣领 这才发现胸前被烙上一个虎形印记 为了弄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小川找到从事考古研究的哥哥大川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一群盗墓贼正在不远处盯着自己 原来他们为了追回宝贝 偷偷跟踪小川来到考古现场 而在这里 他们又得到意外之喜 考古队刚刚出土的文物 正是盗墓贼一直在寻找的目标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虎形队和宝盒这一次照单全收了 他们当即开着车闯入考古现场 二话不说抢走了宝盒 小川健壮 急忙开车追赶 可他没想到的是 车顶上还趴着女友的哥哥高耀 很快小川被引入一片树林里 看见三个盗墓贼虎视眈眈盯盯着自己 他毫不犹豫冲了上去 然而三拳不敌四手 很快就被歹徒摁住暴打 眼看快要支撑不住 突然小川的全身被光芒笼罩 紧接着便犹如战神附体 三拳两腿把盗墓贼打趴在地 他拿回宝盒 正准备打电话通知大川 突然却发现 宝盒上的凹槽形状非常眼熟 于是急忙取下吊坠 小心翼翼地嵌入凹槽里 果然随着一道耀眼金光直射天空 宝盒的盖子自动打开 小川和高耀二连猛逼 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 就化成两个光球 被吸入时光隧道里 下一秒 小川从天而降 掉在一个刑场里 等清醒过来 他发现自己被士兵的长矛包围 敢袭击行刑的人 一定是叛贼的同党 来解发场的 小川听得云里雾里 还以为自己误入拍戏现场 然而监长官不等他反应 救命人将他绑了起来 送到断头台上 你们在拍什么戏呢 是吃壁 还是三国演义啊 直到亲眼目睹旁边人头落地 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大声呼喊 叫贵子手不要乱来 可对方压根不理 崛起闸刀就要行刑 幸好在关键时刻 小川的手机响了 贵子手没见过手机 顿时吓得不敢靠近 而这恰好给囚犯同党争取了时间 只见一只穿云剑飞过 瞬间将贵子手撞飞十米远 紧接着一个男人破墙而入 带领手下在刑场大杀四方 小川趁乱割断绳子 还顺手给旁边人松了绑 然而这时 赶来的士兵却越来越多 男人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便让同伴先行撤退 接着冲到小川面前 二话不说将他接上了马 然后一边侧马飞奔 一边手起刀落杀出一条血流 此时小川越看越迷糊 分不清这群疯子 到底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打架 突然一只利剑横空飞来 不偏不已恰好扎进小川胸膛 是真的 是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